有什么样的这个 开始 相信 这个 接下来傅老师会结论 拜坦夫 出大出这个 解论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傅老师开始今天 对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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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lan 位老师 对 位方 dost 光站好 非常 欢迎 并OUGH 高点 对 高点 说 关 recovered 第一款 订阅 通 陈京 有 我们 Director 好 对 廣 我 真的很 并 传 Vish 独指 在中国的哲学和其他的哲学上很熟悉 但对原来的哲学呢 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 因此我们就回到奥特亚 原来的哲学是什么 还有什么样的特征 基础的特征是什么 另外如果有这样的特征 太远很花很花很 更远是什么 方便就是这方面 就是三方面的内容 一个就是什么是哲学 它定义了 它也就是奥特亚 它也就是状态哲学 可以状态散去 有什么样的好观点 那么什么时候会得选呢 我们还有很多老师同学 可以考虑状态民族 这段状态民族是个小民族 但是它是一个大学的民族 它民族那么小呢 二代期间是特别老师 他就常常状态的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全世界状态民的方向周一 欧洲状态民的方向周二 所以当时全世界状态人 大概是1800万左右 到现在呢 全世界状态人大概是1400万到1500万之间 也还是个小民族 尤其是跟中国相互而言 简直是小小小的 但是呢 它们确实是一个大贵 所以因为大贵队呢 那它为人类呢 共享了它圣经 所以是一个文明的 一种文明的这个开端 那我们都知道呢 犹太教从中西班牙圣经 从中西班牙圣经 产生出呢 基督的犹太 犹太教 而这三教 和大人口 在世界上 25%以下 对吧 所以在世界上 很大一部分的人口 而且呢 近现代以来 所谓的左批方文化 也犯罪着很知名 有些科学技术人道 也发展了 现在发展出文明的问题 这些情况呢 是从来它这个 强受的 叫我们说 强受的文明 西班牙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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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 有智慧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教学家 当然有教学家 可能为我看着 游泰都游泰来 我们知道 这部分的讲 是世界科学的最高讲 那么从2005年 已经经常在2005年 但是前年也创办 那么讲以来 游泰都游泰的讲的总处 但整个好像为了 游泰都游泰讲的 法律是23脚料 所以好几十个游泰都游泰都游泰都游泰讲 那就是在游泰都游泰的最高讲的智慧 所以我非常讲的一话 游泰的小民族 就有大智慧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 就知道西方德学 就知道中国德学 那么其实游泰有没有哲学呢 如果有的话 它是在什么意义上 是游泰哲学呢 当然我们在家这个 其中的时候 其实上去已经预设到了 游泰有哲学的 但是这个呢 不是说一开始就有 我们要弄清什么是游泰哲学呢 它是从什么哲学来谈起 那么我们中国都知道 西方德学 现在教育于我在加拿 咱们的教大是希腊德学研究的重症 从老前辈到现在 过来一批非常重要的 希腊德学的学者 那么在早期希腊德那里呢 哲学就会定义为 对智慧的爱 大家就知道 就是这个 Sophia和Carlo 这两个诗 它组合一起 它是爱智慧 对智慧的爱 但是怎么看一看呢 对吧 它不是这种 情感的 这种情感的爱 那么它这个智慧呢 它是关于 宇宙和人生的真理 是一种爱智的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使人的理性思维 也就是用理性的话 来追求真理 这样的智慧呢 它是哲学 因此呢 再说引申一下 所谓哲学 它是人的理性 对于宇宙和人生 根本问题的 反思和求索 那么理性反思的对象呢 可以有很多 我在这里呢 和一些人的观点 不太一样 就是一方面我认为 哲学呢 它是对于宇宙和人生 根本问题的反思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不是最重要的 问题呢 是 相对来说呢 是最重要的 什么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什么呢 最重要的 是思维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在爱智慧 你用理性去推求 这个智慧 就是哲学 你可以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 这个大的问题的 宏观的 这个道的追求 那么也可以呢 稍微的话 就是学路下学的 你说我们下的这个学科 国际学的 伦理学的 也不见得呢 是对于这些 最形而上的问题的探究 其中也包括呢 就是 有人说 有形而中 形而上 也就是说呢 只要不是形而下的 但是它又是用一种 逻辑的 理性的 词维方式 那么这样呢 它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 这个 哲学 不认的 我在这儿 特别显得一眼呢 就是说 不认的说是 一定要对根本问题的 这种 反应 是 因为我们经常 遇到一些 相对来说呢 是 联系实际的问题 很多人也找你 谈谈 对于什么 中小的什么 看法 对于现实 发生了什么问题 你作为这些家 怎么看呢 那这个呢 其实它谈的呢 就不是 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探求 而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探求 但是它用的方式呢 应该是把逻辑的 理性的 也就是说哈 作为这个 哲学呢 它必须呢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呢 是必须用火灵 概念的范畴 一个呢 是必须符合逻辑规格 再一个呢 就是比较 也比较 细统有序 不是说呢 有人有一个闪光点 突然有一阵的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 非常 灵光一现 很深的 一个洞见 但仅仅有这样的洞见呢 它呢 或是没有系统性 也是哈 不能够算出一个哲学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 很多啊 这个哲理啊 它是很深刻的 但是它仅仅呢 有些人提出了 一些道德的格言 这个这个 这个 如果它没有啊 这个逻辑的 系统的思考的话 那就不算 这个哲学 所以我对哲学的 一个界定呢 就是哲学 哲学 就是人 以用自己的理性 对于一些根本问题 其实也不见得 是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 刚才讲的就是 宇宙不能深蹲成的大道理 其实也有一些相对的 不是那么 最根本的问题的 逻辑的 完全是逻辑的 系统的思考 那么 动观西方哲学 发展的历史呢 我们可以 表达呢 于上边 就是从西方哲学 来看哲学吧 那么西方哲学 两千五百年 历经呢 古代中世纪 近在现在 几个大的阶段 地化呢 欧洲 北美 论集的问题呢 有宇宙论的 文体论的 认识论的 逻辑学的 伦理学的 理员学的 社会的 政府的 文化的 科学的等等 可以说呢 是千佛万绪 包容万象 但是 大家就叫刘泰呢 因为的话 我们从世界观上 来看的话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从知识论上 来看的话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人生哲学上呢 可以说 享乐主义的 境遇主义的 通力主义的 唯中议论的 等等 还有什么 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 历史哲学 政治哲学 科学哲学 中小哲学 这一些 分支 那么这些 大的流派和分支 内部呢 又包含了 很多的学派 和子分支 比如说 法拉脱主义 就是新法拉脱主义 对吧 亚瑞苏德主义 新法拉脱主义 扑马斯主义 迪哈尔主义 斯文章沙主义 等等等等 对这一些 可以说呢 是 反大多样 一才分成 然而 透过这一些 不同的时代 和不同的地域 产生的这些 复杂的 哲学流派 哲学的 分支 我们就可以发现 随然呢 那西方哲学家 探讨的问题 不信相同 理论观点 和思想体系 差别也很大 但是他们在研究 和阐述各自的 哲学史上 采取的都是 理性的 逻辑的 受益方式 还是回到 我刚才讲的 那个 我特别强调的 哲学的 它这个 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 用理性的 逻辑的 受益方式 来思 来追求 这个真理 追求真理 用理性的 逻辑来追求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那比如说 法拉图的理念 通常常说的 批判哲学 还在说 生存哲学 无是理性思维 和逻辑的结果 其他体系 也这么形成的 但这个时候 有人可能会 有怀疑 说这个 强调的理性 也强调的逻辑 这个思维 但是呢 西方呢 有非理性主义 学家 比如说 树敏华 尼采 博克森 这个 诺基德 这些 他们呢 这个 思维上 不是 不是 理性主义 他们因为 是非理性主义 学嘛 其实呢 非理性主义 学家 也和理性 主义这些人家 一样 都是用理性 来进行思维的 不要以为呢 就是非理性 主义这些人家 那么他的呢 才学就是一种 非理性的 思维方式 但是用非理性的 主义方式产生的 那些呢 我们都不把他 称为 这个 这个 哲学 你比如说 有人提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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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象的 这个 这个 思维 还有 这个 也就是说 用 用形象啊 用这个 其他的 人的 这种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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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方式 做着探讨 其实都不在 我说的 这个 哲学之间 那所谓那些 非理性主义的 哲学呢 就其内容而言 它是呢 讨论的 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 对象 非理性的内容 比如说讨论的是 意志啊 讨论的是 情感啊 这些 有的 无意识吧 这个 不是说呢 他的思维方式 是非理性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 也是理性主义的 他们在 做到自己的 这个体系的时候呢 也是 这些史上 用的是 已有的那个 概念和范畴 也是 遵循的 逻辑规则的 有谁能说 书以华呢 做一种 表象 表象了 这个世界 多一个 那么的解析 那么这一些啊 所谓非理性哲学家的 他的这些读作 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思维的产物呢 当然不是 也就是说 非理性主义哲学 并没有否认 哲学呢 是理性的 逻辑的 的探求 这一根本特征 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呢 有的人呢 有没有哲学呢 有到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早期的 有的教教当中是 没有严格意义上 的犹太教学的 犹太人古代的文献呢 文化呢 它是犹太教 犹太教的基命文献 有两个 一个是 希伯来圣经 一个呢 是希伯来圣经 之后形成的 唐德 也就是拉比文献 什么拉比文献呢 有比较多 圣经呢 就单纯就那一个圣经 但是拉比文献呢 我们说的 它是唐德 这个唐德呢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又是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概念 常伯德呢 又分成了两大部份 一部分是 米什纳 一部分是 叫德马拉 那米什纳呢 是关于这个 从圣经当中流传下来的 犹太律法的一个汇集 所以它叫做 口禅 如果说是 圣经当中 记载的那些 犹太教的律法 叫 圣经纳 就是成文的律法 那么 常伯德当中的律法呢 叫 它叫 米什纳当中的律法呢 叫 包容了 这是口才的律法 那么 那格马拉当中呢 那些讨论呢 就是对这个 米什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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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一起呢 又叫 常伯德 这就没有关系 先的圣经 然后呢 还有个常伯德 但是 常伯德呢 有分成两部分 早先的 米什纳 和后来的 格马拉 这两部分的内容 当然 还有 那里呢 还有其他的文件 其他的文件呢 相对次要一些 就是提到一个 我们的阿世 这些 那么圣经呢 是广为人知的 可我们都知道呢 有新旧约全书 但是请大家注意呢 就是我们在说 新旧约全书的时候呢 我们指的是基督教的神明 基督教呢 新约和旧约呢 都看过他的经书 但是犹太人呢 是不承认新约的 内容上不承认新约 内容上承认旧约 是他们的他的经书 但是他们不叫旧约 他们叫做 或者那种官人 也说什么叫做 叫Hebrew Bible 和 Scripture 这些说法呢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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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是旧约 也就是不是新约 和旧约 他们不承认 我们这个约 已经是旧的 但是我们的 你基督教 我们这个 在摩西律法 就看的是旧约 到我们认为 我们这个约的 一直是永恒的 永远不变的 一直是新的 但是 它就是 这个 也就是它 但是就在其内容而言 它是 这个 旧约那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呢 分成三大部分 一部分是律法书 一部分是先知书 一部分是圣书 这个都展开了 这个桌子啊 这个 它是呢 古代的那些先知 国王 祭祀和文人学士 在不同时期 对于犹太人的信仰 一个是信仰 对于上帝的信仰 对于 以前的时候 我们把他人也和华嘛 对吧 我们做犹太研究的呢 就是犹太人的原因 差距比较大 我们把他翻成了鸭尾 但身上是一样 一样的 就是上帝 对于犹太教的 对上帝的信仰 还有一些法律的条文 刚才我们还谈到 犹太教呢 它是一个律法性的宗教 它强调呢 上帝信仰呢 上帝呢 就是给了他们 一个律法的体系 这也就是有兴趣呢 可以看看那个 初埃及记这一个 初埃及记呢 一方面呢 它有个地方特别强调了 这个信仰 这个宗教的呢 初埃及记呢 这和圣经记 它都有一套呢 律法 然后这个 这个体系和条文 这初埃及记呢 这个21章到23章 这有一个小的律法 小的有一个律法律法书吧 另外这就有一些 它造人的训诫 历史的这个传说 和文学的故事吧 它是这么一个一个书 那圣经的作者们呢 尤其是 它这个尤其是 起作用的最大的 那些先知们 他们呢 是靠这个 发达的想象力 和形象思维 来阐述这个信仰 描述事物 叙述历史 和预见未来 正如刚才讲的 那个希腊人 和希腊人不一样 希腊人他们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 靠什么追求真理呢 靠理性 靠逻辑 那先知们 就是主要的 圣经的主要作者 那先知们靠什么呢 靠发达 当然也靠理性的发展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靠想象力和形象 来描述 他的信仰和事物 以及呢 这个现实的未来的 那例如 那么圣经 创世纪当中 对上帝创造世界的描写 那么大家也知道了 上帝们期间 创造了六天 创造的世界 以前的修习了 还有一定样的故事等等 这些 大家还都知道 那么《传奇记》当中 关于摩西 新奈士人接受神的启示 那先知书当中 尤其是 以赛亚和一切结 两个 这两部书当中 大家看到了 就是非常深重的 描写 关于《传奇记》的 关于上帝的意象 意象的 英格的文章 叫Winion 它实际上 只是一种幻想 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就像排斥神楼一样的 这些呢 都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而是典型的想象力的产物 至于《猎王记》当中 那些历史性的记书 诗篇当中的 道德的格言 还有雅各 其中的爱情诗 这些呢 就跟理性的思维 相续更远了 那常诚和明德纳士 它就是第二期的 在犹太的经典 那圣经时代以后 犹太 拉比明德纳士 顺便说一下拉比 拉比呢 它的原意呢 是老师 指的是呢 接受过正规的 犹太传统教育 熟悉犹太经典 并能够对犹太教 做出诠释的犹太知识分子 大概上相当于 基督教的牧师 但只是大概上 因为它 对了说 功能呢 比旧教的牧师呢 更不王 也就是说 一方面它是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呢 它又是社区的领袖 现在这个 不管是以色列 还是欧美 有好多的犹太人的社区 犹太人社区当中呢 它有自己的 叫巴斯特尼 它就算自己的 法庭吧 它们犹太人这些内部的事物 包括结婚离婚等等这些呢 还有这个家庭纠纷的 就有这个怎么来处理 拉比呢 处理这样的事情 而且它有个传统啊 就是它一方面有律法 但是律法呢 不能够包含你生活的 所有方面 因为这个具体 人家生活当中 不必要触到很多 很多的问题 这是这个律法书 这个圣经和堂子当中没有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就跟拉比联系 以前那时候写信 现在是发微信 发这个有三代方式联系 那么征求拉比们的意见 兴趣拉比们的指导 拉比呢 它去这种作用 那么唐德呢 它是刚才讲的 提到的 是寄圣经以后 最重要的犹太经典 包括密西纳正方 两部分 那是这个 公元前后吧 公元前 以犹大哈纳 公元后200年 以犹大哈纳西为首的那些 早期拉比 这个拉比呢 是在圣经时代以后 先是圣经 那时候呢 其最重要作用的呢 是先知 文 那些 祭祀 那么之后呢 就是唐德 唐德时代了 那么唐德时代 其最重要作用的 才是拉比 它有个先后的关系 那拉比们呢 它们主要是以圣经为根据 来论证呢 这个口常律法的权威性 用丰富的想象力 来发挥和解释 经书当中的那些律法的内容 那么在唐德当中 到处配见 比喻和动听的故事 也就是说 我们不说拉比 不见才是理性思维 他也讲 他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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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其他学家那样的 这些学家的 学家的 概念和幻愁 这个逻辑的 多跳的作品 就是 刚才里面的 互道的作品 主要是对圣经作品呢 做详细的阐释和诠释 那就更凸显了 拉比们丰富的想象力 和文学的才能 这并不是说 唐德东平德拉斯当中 没有理性的思维 和博弈的推论 而是说 他理性的思维 在其中不占主导地位 而占主导地位 是人在他这种信仰 想象 以及这个 作为他主要的 作为当时 总而言之 古代犹太教的经典 主要是信仰 和想象力的产物 而不是理性的产物 因而 那它是宗教多品 不是哲学多品 换句话说 国代永终的主流 它不是哲学性的 我这里特别想象的 很多人和藤没有这种思想 圣经当中 有一些哲学思想 刚才我讲 但是他没有 系统的 把这些概念 命题 用逻辑 论证的方式 表达表现出来 虽然不法 特别的哲学观点 但是没有系统的哲学 那么这个结论 当时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哲学呢 公文前3331年 有人说是332年 我就记得是3331年 即将三大大地 它征服了这一个地区 包括埃及 包括巴拉斯 中东的 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这样就迫使着 原来的传统的犹太教 跟希腊文化 有了很直接的关系 当然这过程 那是一个非常重复的过程 有些人是对于这个希腊的 他读亲 是顽强的抵抗 包括对于希腊化 希腊文化的话 也把这个文化的 这个野猪呢 也是看这个读亲了 对吧 他有些人宁愿训道 也不接受希腊文化 但是呢 毕竟呢 有一些人呢 时间久了以后呢 就开始逐渐地认识到希腊文化的 比较重要性了 那开始呢 接触研究希腊文化 包括希腊的哲学 这两种文明呢 就开始呢 由充足了 变成了融合 这样的两个世纪之后呢 第一位游太太教家 诞生了 他就是亚尔山大利亚的 费洛 他大概呢 是在公元前 三十到公元 四十五年 大概是这个时候 也比耶稣基督要早一些 那费洛呢 就用了古希腊哲学 尤其是巴拉托主义的 和斯多亚主义的 那一些观点 那理性的阐释圣经呢 及其圣经当中的一些学说 那认为世界上 事件呢 是上帝以理念 理念是谁 巴拉托的道 以理念为工具 规范 规范早已存在的 治疗的结果 理念是上帝创始前 创始之前就有的思想 而罗伯斯呢 是最高的理念 是理念当中的理念 他既是上帝创了世界的工具 又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工具 所以罗伯斯 在费洛的这个证则当中呢 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当然他的概念呢 也是 是大致上清楚 但是也有些模糊的地方 到底怎么来理解 是有争议的 但是呢 他作为他最高的理念 作为他创造 上帝创造世界的工具 这个意思呢 是很清楚的 那他内在于世界当中 极为万物的规矩 内在于人 那就做成了人的心灵 那内在于犹太教的托拉 他呢 就成了上帝为人确立的律法 再把你托拉托拉律法 作为第一个犹太教学家 那费洛所涉及的哲学上 他范围很广 思想呢 很有深度 也是他空前的 非常遗憾 费洛呢 作为第一个犹太教学家 他的哲学呢 没有为犹太人继承下来 而是被基督教教会保存下来的 所以他的哲学呢 后来叫他教父哲学 所以对克拉蒙 克拉蒙是吧 和这个奥利金这些人呢 有深刻的影响 而对犹太人呢 没有任何影响 直到近现在的人才知道 有费落的这一个犹太教学家 当然呢 毕竟呢 一个哲学探索的道路吧 那么在中世纪呢 就经历了伊斯兰哲学 也就是啊 这个希腊学学的一个免生物 他经历了伊斯兰哲学 勋套的犹太人 这个人呢 成了犹太人家 就是在萨迪 在萨迪亚 在萨迪 在加比罗尔 哈利回 大陆德 拉蒙尼德 波格森 也叫哥森尼德 克拉斯卡 等对一些呢 著名的教学家 这是呢 就是这个中世纪啊 伊斯兰哲学的西班牙 是犹太教学呢 当然了 一个时期 是出 用献脱啊 一大批 接触了犹太德家 那么其中 拉蒙尼德呢 是住宿最丰富 悬丝最深耀 影响最广远 探称呢 是旷古大德 刚才正文教授 也特别提到了 慢慢提及了 那我刚才说呢 这个家 都是用理性的 思维方式 借助 古希腊哲学的概念 对本民族原有的 宗教传统 进行阐释和论证 他们关心的 主要问题呢 是上帝的存在 以及属性啊 上帝的旷世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啊 人生当中的最大幸福啊 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有的是从 希腊哲学那样来的 有些多数呢 都是他们自己 传统当中就有的 但是呢 不是用了 希腊哲学的一些 这个概念 是进行理性的探索的 从他们和希腊关系的联系来看呢 有些人倾向于法拉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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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呢 就是更靠近于法拉斯主义 但是呢 我们也从中 他从他的哲学读义当中 也能看得出呢 法拉斯主义啊 有些新法拉斯主义 对他的影响 当然如是如何 那么犹太哲学 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 以及方法 反观犹太教传统 更加以理性化和系统化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著名的犹太哲学史家 小贵德曼这个人的 比如说这个 哲学通识吧 他在当中呢 他定义犹太哲学 是这么定义的 犹太哲学可以描述 为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 对犹太信仰的习俗所做的描述 他用了一般哲学 这一般哲学是什么哲学 就古代呢 就是希腊哲学 后来呢 就是西方哲学 包括欧洲的哲学 那著名的一个犹太学者呢 叫海马 海马呢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呢 什么样的犹太哲学家呢 他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犹太哲学家必须是 犹太教有可分数 非常刚才我讲的 他要讨论呢 上帝的存在 比如首先啊 神明啊 神和人的关系啊 灵魂也漏气的关系啊 这些呢 跟犹太教有关系的内容 不论其他的 也就是说 他当然也就是跟 这个也有些还是相对世俗的 管制常的生活方式的 这个这个必须呢 可以所认 而且呢 必须对他所认处的内容 也就是对犹太教 在生存态度上 保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和信奉 所以说呢 他应该是一个犹太教徒 他一方面知道他的传统 知道圣经 知道他 主要是在生活当中奉行 一定程度上奉行吧 不一定 你他教宣了一份是好多派 有的是浅静派 有的是海派派 有的是同志派 有的是保守派 不同派别 信奉的程度不同 但是呢 你要信奉 要认同 要在一定程度上 按照犹太教律法 来做事情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 犹太教律家在论述犹太教史 必须用哲学的概念和论证 而不是用阿加萨式的 阿加萨的就是 像我们说 就是说到故事性的 故事叙事吧 用这样的 或者用神秘的文学 其他的形式来表述 根据第一个条件 根据第一个条件 那些虽然是 是犹太人 对犹太教也有所论述 但不是正面论述的 像马克思对吧 但缺少对他的认同和信任的 德国家 马克思 斯敏多沙 马克思 波罗伊德 威斯坦斯坦 这些人就不能算作犹太这些价值 而只是一般利益上的这些价值 顺便说一下斯敏多沙 斯敏多沙这个人比较特别 他被开除教籍 所以他自己也不过东教生活 你从论理学的体系上来看 你说他是基卡尔的直学的 直接接受人也可以 所以犹太人是长期不把他看得是犹太人的 不把他看得留在这些价值 但是最近这些年有人认为他跟曼洪基德有内在的关系 他的实体属性样子这些概念 他应该是跟上帝这些概念是有关系的 就是传统医生的上帝 当然他的论理学体当谈上帝了 但他这个上帝是哲学意义上的上帝 还是东教意义上的上帝 以前的多数犹太人都不把他看作 跟犹太教有关系的 现在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犹太人这样 当然黄四谈到黄的犹太人问题 他对犹太人有深刻的批判 但他不是一个认同的态度 而是一个批判者的态度 所以他不算是犹太人之家 我们知道黄四谈的内在坦 但他也不是犹太人之家 坦曼在这里说的犹太人之家是那样的精密条件 和孤兹满刚才的哲学定义 我们稍微再比较就会发现 实际上是二者是一曲同工的 强调的都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 对犹太教内容的探索和阐述 那毫无疑问了 孤兹满和海曼对犹太哲学的定义 抓住了犹太哲学的本质 因而是科学的 我们在写犹太哲学的时候 他非常夫妇地来比较 哪一些人做过犹太哲学的定义 哪些人做到比较适合 哪些人比较靠谱 我们经过反复地来研究 就感觉这个 孤兹满和海曼讲的犹太哲学的定义 抓住了犹太哲学的本质 所以他们在西方也是被 很多人所接受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可以补充的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犹太的学家 除了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 进行理性的探索以外 那么他对于一般性的哲学问题 也做了研究和阐述 那么这些问题是非犹太教的 而且探索的方式也是理性的 就不合第一个条件 那么这部分的内容 是否也应该属于犹太哲学呢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纠结 那如果严格按照刚才 我们谈到波特曼和海曼的论定义的话 那回答就应该是走定的 他们不能问犹太哲学家 因为他们不是直接 关于犹太教信仰和习俗的 但是显而言 如果说是他过分的拘离 这样的定义的话 就可能排除犹太哲学家的 一般性 就是这些我们认经的犹太哲学家 他当中那些 一般性的哲学 那些讨论 是不是也犹犹太哲学呢 如果我们否定了的话 就会否定了相当一部分 犹太哲学的内容 使犹太哲学 它仅仅就局限在 犹太教的那个犹路之内 而没法上升到 哲学的更高的普遍性 所以我们做一个妥协 我们认为犹太哲学 一方面 它固然应该运用理性的 所以 进行研究和探索 犹太教的问题 但是呢 犹太人哲学家 对于那些 虽然不属于犹太教 但又不违反犹太教的 这些问题的探讨 也应该属于 犹太哲学的范围 这样我们就适当地扩大了 把那个定义 做了一点变通 适当地扩大了 犹太哲学的范围 例如呢 就中世纪的曼文德 曼文德的 迷索主经当中 对于阿拉斯多德 与咒语 和目的这种产生和评论 那么现在犹太教学家 王一夫婆 对于我与他 关系的分析和认证 虽然和犹太教呢 没有直接的 和必然的联系 但是呢 由于他们是在 肯定犹太教的前提下 他们和马斯不一样 马斯是坚决读 他这个策略批大犹太教的 他并不是的 他们接受犹太教 但是他们也讨论了 也讨论犹太教的问题 但也讨论了 非犹太教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 他们探讨的这些 在肯定犹太教的前提之下 来探讨这些哲学问题的 因为和犹太教的基本信仰 有着间接的联系 和一致性 那所以呢 也应该属于 犹太哲学的范图 否则在一个哲学家 那里他的哲学呢 就不够文章 就没有达到的 应有的普遍性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所研究的 这些犹太哲学家 除了探索犹太教的信仰 和信息以外 也讨论了当时流行的 一般哲学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常常在罗伯的一起 在南华上就完全 全民开开来的 同学们知道 就是在我们看完呢 犹太哲学呢 首先是那些 对犹太教都有同情心 和认同态度的犹太人 看到的 非犹太教徒 无神论者 他们的学说 跟犹太教呢 是无缘的 其次呢 犹太教学是用 利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幻想 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 所做的理性考察和探究 单纯的犹太教信仰和纯粹的理性论证 都不足以构成 犹太哲学 这一定是二哲的结合 最后 犹太哲学家 在考察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时 这一般哲学问题 所做的那些探讨和论述 只要在理论上和犹太教不矛盾 也可以视为犹太哲学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犹太哲学的基本特点 那只要对我们上证的 这一个犹太哲学的界定 认同 然后稍多隐身 我们就不难发现 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 就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 那么这个特点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说 犹太哲学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研究犹太教传统对象 试图借理性支柱 解决犹太教涉及的 上帝的存在 人与神圣关系 人的自由之类的问题 这是第一层意思 为什么说它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呢 第一层意思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研究犹太教当中 提出的问题 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 和宗教对象的结合 这样的一种结合体现得从菲洛开始的 所有犹太教家那里 当然程度不同 像曼密尼德 或者说哈雷维 哈雷维就更测入于它的传统 更强调到前面的信仰方面 曼密尼德可能就更理性一些 但是所有的犹太教学家从菲洛开始 整个犹太教学史发展的历史就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论证犹太宗教和系统的历史 由此可见这个特点是犹太教学的研究对象 犹太教以及理性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犹太教学刚才我们反复讲了 那么就是用理性的逻辑的思 那思什么呢 是犹太教的其中的犹太教的对象 所以它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犹太教内容的一种结合 那么其二是说 犹太教学在内容上 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 与排斥和排斥信仰的同会 那么这里说的呢 理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智 对于认识上帝 指导人生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得达 这样的观点 那么对大多数犹太教学家而言 那理性主义和信仰呢 它是并驾齐驱的 那么对他们来说 你否认理性的作用 只承认信仰 就只有犹太要没有犹太教学 如果反过来说 那么只强调理性和知识 而不是信仰的作用和价值 那犹太传统呢 就失去了意义 那就只能是古希腊意义上的 所谓那个 最维智主义的 就是intellectualism 而不是呢 以犹太哲学 它是哲学 但是不是犹太哲学 要说明犹太哲学呢 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 所以这一特点 还是呢 以曼文尼德的哲学呢 为例子 他说呢 仅仅在口头上 产认真理和冒出真理的理论 而不真正理解他们 理解他们 就不能真正信仰他们 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 也就是说 在曼文尼德看来 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 因此呢 必须对传统呢 做一番理性的考察 实施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 所以你可以信仰 你信仰上帝 你信仰你是选民 你相信的这个律法是神圣的 但是呢 要经过理性的考察 对吧 所以他写上哲学的著作 就是要用理性来考察 圣经的传统 当然我们刚才 跟老师们还说 讨论老师 也还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律法的方面 一个是哲学的方面 这些方面呢 强调他用理性的 思维法式的探究 圣经的这个传统 那么在这个另一方面 就是强调律法 对于普通人而言 你知道律法就可以吧 就没有必要的 用理性的思维法式的探究 上理到底存在不存在 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上理是 什么样的属性 是不是全是乔当的 这些问题呢 就不用 不要给普通人讲 普通人只要知道 相信上去存在 然后接受律法 然后在生活当中 照着做就行了 所以这个 曼丁德那里 他实际上 他一个人呢 他有两大贡献 一个是律法体系方面的贡献 一个是哲学上的贡献 我们经常讲的 哲学方面的贡献 经过呢 曼丁德的这个理性的考察 比如说这个上帝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大家可以看圣经一章二十六章 一章二十六章 一章二十六章 十二十七节 他说呢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照着他的样子造人 那这个形象呢 后来就这个样子 有很多很多的 他就看到了 在曼丁德看来呢 这个上帝的形象 也可以呢 引申 用理性的推断 去借助希腊的哲学 那么把它先归结为 它一个形象 那么同一个形象 也归结到一个形式 就是这个号 然后呢 因为这个形式呢 又是事物的本质 用本质呢 有推断说 理智识人的本质 所以这个形象呢 就是人的理智 经过他的一般哲学的推演 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呢 就成了他上帝巴底智慧的人 就成了这么一个意思了 那么所有关于 和上帝有关的 看见 看得忘 就这样一些语词呢 在他那里看着 其实都是一种比喻的做法 都不是指的 都是指的 用理智的一种来把握 而不是说呢 你用肉眼来看 看见等等 那么这样一来呢 犹太教传统当中的 这个cursional教 就是人格神 我们在强调 哲学跟宗教的语分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呢 不在于他谈神 还不谈神 而在于他 是否是人格神 那么传统的教 当中那个神呢 是人格神 他就被抽掉了 人格神呢 有神人同行 同性论的那样的特点 南部记得经过他的诠释呢 就把这些特点呢 给消解了 就是被理性化了 同时呢 南部记得呢 又始终把信仰呢 放在一个不可替代的 一个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南部记得 一方面会坚守 犹太教的这个信仰 所以呢 他用了他当亚斯德这个学派 在强调这个宇宙 永恒论论论的时候呢 和犹太教的所谓上帝 从虚无当初创造世界 这样的学说 发生冲突的时候 南部记得呢 他就说了 这双方呢 从理性上来说 很难 这个 一发 说不定一发 但是呢 我还是 从这个 在这个学说上 我坚持犹太教的 传统的信仰 认为上帝创世论 比这个宇宙永恒论 更为可取 还有呢 就在 在论述上 先知怎么做出预言的时候 也启现了 南部记得 性和想象 这些相结合的 这么一个特点 他认为呢 这个 上帝呢 创了世界 创了不同层次的天体 这个从 这每一个天体呢 相对应的呢 对于他理智的 对于他的灵魂 那么 冠冲下来 就像了新版 白纳术主义 那个创一说 差不多的 那么 冠冲下来 在地球上呢 也有一种 一种 一种 能够的 这个理智 那么 这个能够的理智呢 让人们在 这个 人们接受到它 那么就锤炼了 就训练了 你的这个理智 训练了你的理智之后呢 又过渡了你的想象力 同时呢 这也是你的想象力呢 这个充分发挥出来 这样呢 在想象力和 这个理性和两者的结合当中 能够啊 这个做出这个预言 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 它是想把 理性和信仰 这两者呢 都调和起来 上帝当中 上帝 圣经当中的 那个 创始论呢 神车论呢 犹太传传的 先知论呢 这一些呢 都成为 麦芬迪德 他的这个 哲学研究的对象 都成为他理性 解释的 这个内容 也是 哲学的内容呢 既是 关于宗教的 又是他 理性主义的 那么在他那里呢 犹太教的 主要信仰和习俗 具合这个 希腊哲学的 基本概念和原理 在理性主义的 分析和论证之下 结合起来 不能在形成上 内容上 都会认为 有机统一 有和谐统一的 有和谐一致的 这么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 希腊哲学呢 它的特点 重要的特点 就是对 这个信仰的 一种 一种回通 一种结合 所有的 犹太学家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它程度不同 到曼蒂德呢 还是比较典型的 把这两者调和的 调和的 最出色 最成功的吧 那古夏的哲学主流呢 它是他理性主义的 尽管呢 比特格拉斯 教学 新普拉斯主义的哲学 以及斯多亚的哲学呢 都会在一定的 神秘主义的 这个色谈 那么近夏的哲学呢 它的主流 也是理性主义的 那只有呢 在中世纪的 西方哲学当中 理性呢 它压倒了这个信仰 使哲学呢 成了神学的秘密 那么和西方相比 犹太哲学的特色 就在于呢 它在承认理性重义的 同时 始终没有放弃 它仲教信仰 那么这一点呢 即便是在 理性主义很强的 现代哲学家 科恩那里 和泰普兰那里 科恩是什么 科恩是新康德主义 马法学派的方式人 他的哲学的基调呢 始终是理性主义的 但是呢 他在退休以后 1912年退休的 那退休以后呢 他使他这个哲学呢 发生了一个 重要的 转变 从康德主义呢 转向了 犹太教的传统 所以晚年的科恩 他认为呢 他们的哲学当中 那个上帝 不过是为了保证 德性和幸福的统一 而虚设的 实践理性的逻辑前提 而无法保证 自然间和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能够成为人 崇拜和崇拜的对象 和追求的目标 无法确保道德利润 在个人身上的遵行 所以呢 必须从伦理学呢 进展到宗教 引渡一个和工人信仰的上帝 好多人呢 对此呢 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 康德主义 就是谈到 谈到上帝 谈到人的灵魂 而且呢 要使你一个人 一辈子做好事 不见得好报 怎么能够得好报呢 那就是 上帝承担 那么到了 你灵魂不死 你做了一生 做好事呢 将来会有 好的报偿 那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说 从他的哲学前提当中 是推不出来的 它只是一个很逻辑的 它只是一个设定 其实在学术上呢 它是得出这么一个节目来的 但是为了照顾常人的这种思维 常人的这种对于幸福的这种需求 对吧 它才设定一个上帝 能够保证得福一致 它主张呢 它理性的宗教 就是科恩主张理性的宗教 那么在这样的东西当中呢 上帝会解释成 宇宙的创造者和万物的基础 律法的 犹下律法的来源 并且说人之间有一种互动的 一种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 那么在这里呢 上帝在这里 虽然被说成是一个 作为逻辑前提的理念 我在说是科恩主持 这个康德 科恩呢 也把上帝呢 说成是一个理念 但是他认为呢 这样的理念 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真实的存在 是可以接触 是可以被信仰的 所以这点呢 是跟康德不一样的 泰布兰谁呢 泰布兰是犹太教的一个派 也叫重建派 1923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著作呢 叫做一种文明的犹太教 那么在其中呢 他就 他这个学生呢 其实上是非常现代的 应该说是有 比较强 已经叛道了 对吧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 齐弘君中以来 人对来世的希望 已经被现实的 自我实现和取代 传统的超自然的上帝 也已成为明日方法 现在犹太人 需要一种新的犹太教文明 他指的犹太教呢 他说一个 Civilization 和传统的犹太教是不一样的 而新的犹太教呢 是以理性和科学一致的 其中他没有超自然的 人和神的这样的一位置 但是在这样的东西当中呢 上帝仍然是存在的 上帝是什么 上帝就是宇宙当中 内在的生命力的全体 事实上导致人的拯救的力量 也就是他也承认上帝存在 但是他这个上帝呢 跟圣经大陆所说的上帝的意思呢 就有非常他的变化 实际上他的一个 关于犹太文明的理论呢 非常类似于斯宾多沙的 实体自然和上帝的 但是呢 实在会一样的 斯宾多沙实在呢 犹太教非常非常的 对犹太人而言 你必须遵行 如果稍微有违反 那就会得到法律亚内的惩罚 这个他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拉底 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教授 他创造了这个体系 他把上帝呢 看作是宇宙当中存在的 那个生命力的 那个一个整体 他不单独没有被开始叫急 而先创造了一个 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派遣 但不换我们说呢 他把信仰和理性的两种呢 是结合在一起了 和儒家造价为主体的 中国传统哲学相比呢 犹太哲学的特点呢 更加是彰显 那么从内部上看 中国哲学当中的儒家 尤其是呢 先行的同思想当中 对于终极时代的 信仰的追求呢 没有偷显出来 结果更早的时候 在诗经那里 在上空那里 可能更多 《轮与当中》也有一些 他谈到呢 什么天啊 天命啊 获得于千无所导也 既如在 既身如神在 既身得与欲 团悔其如欲 这些还有 但是呢 孔子没有宣称他的轮体 直接来到上天 在基督呢 这是啊 去分宗教和哲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果有人像 如果他叫的先知那样说 我这个手说的话 就是上帝给我说的 我只不过是 上帝在神世上的代言人 上帝让我说什么话 我就说什么话 这不是我的话 先知他是 是这么一种人过 孔子没这么说过 孟子也没这么说过 他就说 领克风大 他既存在 既存不存在 他也提到鬼神 也提到天神签和签订 但是没有说呢 他这个一个伦理的教会 是从上帝那边来的 你看圣经摩西世界 那说得很清楚 不光是摩西世界 刚才我们那里走的 刷一记的 对吧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那里了 不光是 就在整个圣经当中吧 摩西五经最初说了 那些那些话语呢 圣经上是这么说的 都是来人上帝的 我们并不说我们相信 并不说我相信 我不信 而且我也不希望大家去信 那真是上帝说的 但是圣经上这么记载的 是这些摩西和其他先知们 他们说 我真正听到了上帝的话 上帝让我 传达给众人 所以这个 由他教的先知和如下的圣人 重要的区别就在这里 圣人没有说 他这个思想教会 直接来对于天地的 而这个 由他教的先知是直接这么讲的 可见呢 就是在同等方面 天地和人类的信仰和理性 没有被结合起来 没有被结合起来 同时呢 就是思维方式而言 那儒学当中的理性的思维 的分量呢 也不够显著 也不是没有 不能偷使儒家 那里就是没有 他理性的思维方式 但是说 梦子那里关于 一些讨论吧 也有他哲学的意味 但是不够显著 感觉啊 意会啊 直观啊 类比啊 这些东西呢 多于理性的分析 和逻辑者分析 那么道家呢 他的心路上学呢 是一种天地万物 最原的道 作为根本的 并使之呢 很多人生的一个目的 对吧 因为呢 具有很强的这种超越性 但是儒家和儒家哲学 道家和文家哲学一样呢 也是重视感悟的 重视直观 重视形象的思维 而没有偷偷呢 理性的分析和论证 那这就和犹太哲学 既坚持犹太教的 这个犹太教的信仰 又使之和希腊理性主义呢 巧妙地结合的 一起的做法相比 显然是还大不相同的 那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 那么犹太哲学 只能够把这两者 信仰和理性呢 结合于一身 它有着深刻的人性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 这不是某个犹太家 犹太太家讲的 是我到他一边体会 就是人就是本性而言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动物 它是既有感性的欲望 情感 幽有理性的思维 还包括信仰的那种精神追求 那么这些内在的本性呢 一定要外显 就是外化为人的活动和行为 从而就造成了 这种丰富多彩的人生 换言之吧 人不仅是一个感性的肉体 也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 也是理性很重要 但也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 还是会有情感 有精神追求 并趋向于超越自己生命的人存在 一般来说 人家相于希腊的西方哲学 很多西方哲学家 就是说希腊哲学 德学就是希腊的专制 哲学和希腊语 都对于不同的表达吧 就但相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 尽管内容 丰富而充实 但因其他主要的倾向 它是理性主义的 所以 互免 重知识而行德行 突出功力而淡化情义 理性思维和科学态度 与于而对超越性的追求 强调达到不足 这些偏托之处 恰好在犹太哲学家 得到了矫正 尽管犹太哲学家 对于理性和信仰的态度 互免这些主义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有的更偏重心仰 有的更偏重理性 但是两者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 做到了两者坚固 而没有达出事举 也在这个意义上讲 犹太哲学就更全面地反映了 人的复杂本性和风促 多彩的实际上的人生 人的生活 也就是说 实际上并估总是 他不和理性 有时候 其实他要 要有精神追求 有时候要有信仰 要有更高层次 更高的境界 追求 犹太哲学 既然他用理性的方法 哲学的概念和范畴 对犹太教信仰所做的研究 那么犹太哲学的本质上 就必然是一种宗教哲学 我们提到的一些 是犹太人 但不是犹太这个家 他们之所以的 不是犹太这个家 他们的哲学 不是一种宗教哲学 没法信仰上理性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不排除 其中的一般哲学的内容 就是那些哲学家当中 有 既有犹太官 关于犹太教的内容 关于宗教哲学的内容 也有一般这个内容 但是信仰和理性的统一 是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犹太哲学的所谓这个特征 实际上不仅仅是犹太哲学 所以它这个特征 也是应该有点勉强 其实所有的宗教哲学 都是理性和信仰的一种结合 如果说信仰和理性的结合 犹太哲学 这是它一个内在性的根本性的特征 另外的一个特征 就是纵横交错 在犹太教哲学的发展 它是在历史上展开的纵横交错 但是它是以横向的继承为主 横向的传承为主 而前后相继的这种纵向的 这种情况属于主的 这是它另外的一个特征 动向的继承和发展 指的是犹太哲学家 在哲学问题和思想方法方面 它是前后相继的批判与批评 这个王牧师一个大的哲学家 和哲学体系产生以后 就会形成一个流脉 后世的门头脉 就对它进行继承和经营会发挥发展 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 应该说构成了哲学史的历程 其实西方哲学应该说 前后相继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不说完全没有状态 但基本上西方哲学 它是一个连贯的 前后相继的一个过程 前后我在这说的西方哲学 我们说处在的朱格拉里 表达主流的时候 就是迪卡尔斯尔诺扎 莱布尼茨 培根洛克 巴克拉 修默 古代尔 海特格尔 萨特 这些都是前后相继 批判继承的一些伴隶 状态当中前后继承的关系 有没有呢 也有 这种关系走向它体现的 圣经对后世的哲学的极大影响 我们刚才说圣经当中 没有系统的哲学 圣经不是典型的哲学著作 但是后来状态这边讲 无目通通记取它思想的元素 再者就是中世纪 人像达伍德 曼姆尼德 本格森 这几位这本家 它前后有一个前后相继的 这样一种关系 现在这本家当中 像柯温和他之后的 伴随他的学生 赫森 茨维格 马林布伯 它有一个前后继承的 它自然一种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 就和西方哲学发展的路径不同 犹太哲学更多的更明显的表现为 这种横向的继承的发展 也就是说犹太哲学产生的根源 它发展的动力 不是犹太哲学本身 不是犹太教本身 不是犹太哲学家本身 它不是非犹太哲学家 换句话说 犹太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多半都是因为它外部的原因 而中间因为它内部的原因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发展 主要是因为内部的 和同质文化的这种哲学的影响 那么犹太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得到于意志的 非犹太文化的和哲学的影响 黑洛 但是狄格 犹太哲学家 那么他的哲学 怎么来的呢 它是融合了 法拉伯雅日子德斯维亚派 他们的哲学 而产生出来的 对吧 它是一种横向的联系 所以可以说 希腊哲学的犹太文化 基础上开出的 第一个哲学的画作 到了十到十二世纪 阿拉伯帝国境内的 犹太人 有造就出 刚才我讲的那一系列的 犹太哲学家 像沙拉底 帕雷维亚 大鲁德 万迪德 这样它成就了一个中世纪的 犹太哲学的辉煌的一个时期 但是这些它也无故是 在很大程度上 受阿拉伯哲学 或者说经过阿拉伯哲学 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对吧 虽然他们这几个人之间 有先后相继的关系 但是同时也受着阿拉伯哲学和 古希腊哲学的影响 其中很多哲学家的诸作 宇宙万迪德 雷维亚 它本来就是第一稿 第一次第一个版本 它就是从 由阿拉伯文写的 不是由星版语写的 阿拉伯哲学家说 希腊哲学 它是中世纪犹太哲学的 一个直接的原因 横向的 阿拉伯哲学和希腊哲学 才是犹太哲学的一个直接原因 如果说实际上 没有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 没有古希腊哲学和阿拉伯的复兴 复兴的古希腊哲学 就没有中世纪的犹太哲学 其实当然近现在犹太哲学 又为西方 希腊运动和希腊哲学以后的 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我们刚才谈到科恩 科恩本身是一个 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 晚年才回归了犹太教的传统 因为康德对他的影响 是最重要的 即便是自己的哲学体系 关于犹太教的哲学以后 他康德的影响 还是非常清晰的 以至于像罗森次 所以罗森次维格 库博这些人 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济曲 对于黑格尔哲学 存在主义哲学 也在那里打下了明显的印记 所以罗森次维格尔哲学 是这样说的 他说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 才开始哲学化的 他们从外部接受哲学 一部犹太哲学史 就是犹太人不断吸收外族的理念 然后使这转化和适应 去取代犹太教观点的历史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得不的 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 不是说犹太人愿意搞哲学 他不愿意搞哲学 好多人犹太人说 我们不搞哲学 我们搞我们的犹太教育码了 我们信我们的犹太教育码了 我们信你的希腊的东西 干干什么 要说三万个科学压力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相干的 对吧 我们经常说的这句话 但是它又生存在那个环境当中 它生存在大地和政府之后 生存在阿拉伯帝国的竞争 生存在基督教环境当中 生存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之下 它这样就不得不接受 外面的哲学和宗教的影响 这样才产生了如太哲学 它主要是一个横向的 影响的一个结果 如果把犹太哲学 只产生了发展的 动向原因和横向原因 作为比较 我们就会发现 横向的原因 起了作用 比动向的原因 更直接更重要 甚至是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那么这一点 还可以通过一点 一个尖锻性上来进行过的说明 犹太教是一个连续无量的班 犹太人只说能够维持到现在 还有一千四五百万人 就是靠它犹太教的传统 它是分居在世界各地当中 好多人被同化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被同化 就是它用个犹太教是连续不断的 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犹太人被征服 它有所谓巴士文之旧 巴士文之旧 接近五十年的时间 但是犹太教没有中战 在巴士文这个地方 继续维系着它的宗教 有通过宗教维系着族群 那么公元七十年 罗马军队很烧了耶罗普达文的第二圣殿 犹太人开始了大散军 这个大散军是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建国 而且到1948年5月14号建国 只是回到了部门犹太人 那么现在在以色列呢 有八百万左右的犹太人 这样呢就是比美国多了 然后亚洲很长一个时期呢 美国接近六百万犹太人是最多的 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呢 就是初中聚会以后 很多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呢 还是最多的 但是还没有完全接触反局啊 但美国还有相当的有大多数的犹太人 在加拿大 在法国 在英国 甚至这些年呢 又有些人回到了德国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 也不能说是很奇怪吧 有些人让人不是那么太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 那会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呢 但是过去这一二十年当中 有十几万犹太人就回到了德国 就说1948年成立这个国家以后呢 传军呢还没有得到这个彻底的这个结束 公元刚才我们谈到了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 那个地方呢 这个有了拉比的经典 产生了拉比的犹太教 也就是这个宗教传统呢 从圣经过渡的唐德 没有中战了 那么到了19世纪以后 启蒙运中以后呢 犹太教呢 就进行了中间改革 因为它受西方这个文明的挑战 太厉了 这个就是启蒙运中以后 公元革命以后 那对犹太人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不能够维系 他原来的那个犹太教 所以就进行了改革 改革以后呢 有它统一的犹太教呢 就变化什么改革派 保守派 正宗派 和重建派 其实还有一部分呢 是适数的犹太人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 多数犹太人 它就保持了犹太教的基本性 和他的犹太人生活方式 所以呢 我们说呢 犹太教 犹太人 这个犹太教呢 是没有啊 中战的一种文明 这个呢 就是我联想起来 很多人说 中国文明 是从来 他没有建造的 唯一的 一个没有建造的文明 实际上呢 这个说谈不准确 如果犹太教 也放了一种文明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放了一种文明 那么犹太教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没有建造的文明 不光是中号的文明 但是呢 连续不大的犹太教 它并没有产生 连续不大的犹太教 有犹太教呢 它连续不大性 但是没有犹太教的 连续不大性 你看我们说 刚才说的 什么时候有的犹太教 犹太教呢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 亚历山大是 公元前332年开始的 那么之后 它有了非诺的 第一个犹太教学的体系 对吧 但是它的哲学呢 没有对于它造成影响 就是到它之后 那么到了后来 到中世纪初 才出现犹太教学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经过了800年的世界 没有一个犹太教学家 那么到了后来 中世纪有一部分犹太教学家 那么犹太教学家 我们不说圣经那一段 那就是说有了哲学 就是风风亚风 风亚风亚的算法 那两千年的时间 差不多有一千年 是由犹太教而能犹太教学的 这是一个非常 不同寻常的一个现象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 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是犹太人与所在文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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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 这种 这个 和犹太人 和西方这种横向关系的间断 刚刚我们讲了 它这个产生的是一种横向的 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 但是呢 在很长这个时期呢 它跟西方的这个关系呢 是中正的 下面我们会讲 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个间断性 也说它跟这个 差不多有一千年代的 这种间断性 那么这个间断性呢 像我们表明 由犹太哲学呢 并非像西方哲学那样 是一个连续 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史 在历史的展开过程当中 只有间断的 由犹太哲学史 而不存在连续不断的 严格意义上 留在这些史 我们显得 由犹太哲学的时候呢 就每一章之间呢 会特别加上了一个序言 因为它是间断的 所以呢 就是 详续不断的序言呢 把它前处这个什么 连接起来 但是呢 就是 不管如何连接吧 也说我们 无法改变了 犹太哲学 它这个 发展过程当中的 这个间断性 那么从上述 犹太哲学的定义啊 犹太哲学是结合 理性与思维 横向的继承和 建策性的这些特点 这个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虽然 犹太哲学是犹太人在 犹太教的基础上建立的 但是呢 和这个希腊哲学和外 比如希腊哲学和西方哲学的 外力推动 犹太教这个内因 倒是次要的 所以犹太教这个产生的话呢 去决定作用的 是古希腊哲学 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 现在的西方哲学 这是外在的因素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希腊 没有阿拉伯 没有现在西方哲学家的影响的话 就没有犹太教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有这样的 为什么它这个特点是 理性与信仰的结合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 间断性横向的 这种关系 动与动向的这种关系呢 这个回根到底 是犹太人的反居所决定的 就是犹太人有一个词 因为当中有一个词 来自这个散均 叫Diaspora Diaspora就是特制 犹太人的这种散均 当然还有别的 西方哲学转过来 像甘露的他们这样的说法 那么散均呢 是国家围莽的一个结果 它指的什么呢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 没有自己的国家 被流散在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 很多人都对中国 一下子想不起来 我们唐中这个地方 就有过犹太人 当然这点名 那是开封的一个人 这个话呢 这个法地展开 我们今天不发挥了 因此呢 就说吧 这个国家民望 对犹太民族来讲 是一个痛苦和耻辱的事情 但是呢 正是因为 散居和寄居的 其他国家寄居的意志 我寄居的意国的文化当中 本来对观所谷 并以上帝的选民 自居的犹太人 他有机会接触 异国文化 才不得不 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因为呢 它产生了犹太哲学 如前所说 犹太哲学呢 就是犹太宗教 传统和希腊哲学 教会的结果 如果不是散居的话 菲洛就无同接受希腊哲学 也就不可能 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方法 分析和提点 犹太教的传统 进行形成犹太哲学 中世纪犹太哲学之父 叫什么萨迪 萨迪高恩 他是出生在埃及 后来呢 在阿比伦的司法学院 当中的校长 是一个重要的犹太哲学家 曼弗尼德是出生的什么地方 曼弗尼德出生在西班牙 但他后来呢 在开罗 走空军医生 犹太启蒙运动的 智库曼弗尼德尔松 现在的哲学的话 这个科恩呢 在利奥巴克 德尼斯维格等等 这些都是散居的 德国人 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犹太哲学家 受教育的德国 还是成就事业呢 是在美国 刚才我们提到的 从要害的方式进去看不来 看不来呢 他是完全在美国的文化帐篷 当中成长起来 在这个家 这是立特瓦城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到了美国学院 在美国成长起来 在犹太这个家 所以说呢 如果是没有散居 就没有犹太这个家 犹太教学 就散居造成了 犹太人跟西方的文化 跟阿拉脱的文化 想接触 然后它促使他们 催生了被犹太教学 犹太人哲学的特点 也跟散居有民族合分的联系 散居没有本民族的国家 而不得不面对异族的思想文化 西方就是要面对理性主义哲学 色彩很浓的哲学和基督教文化 然后犹太人又是一个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深刻宗教传统的民族 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传统 而欣然接受异族的文化 这样一来就在散居的犹太人那里 犹太传统和西方文化 在近代以前 他主要是古希腊文化 对上帝的信仰和求知 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性者 甚至于这思维 真表现为是有毛的有冲突的 那些固执的 莫属成规的犹太人 对以古希腊表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就是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 他在我讲的有个人 他们两个是不相干的 在生活当中就 规避于传统的犹太教当中 竭力地让他抗拒西方文化的理性者 而另一方面 有些犹太人对西方文化 明活的态度 他在坚持犹太教传统的同时 又承认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价格 承认理性思维 就要是与单纯的信仰更优越 因此他们就试图把那两个传统融合为一 用理性理解和阐述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 他却努力使他们变得相伦 或相伦共存 这些人就是犹太教学家 经过多数出带人的努力 终于就形成了一个理性与信仰结合为一 相互古的犹太哲学的根本的特律 实际上只有在散居的情况下 他是强调散居的作用 这些犹太人还得以横向地接受 希腊传统和西方文化 并将西方文化的主要概念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引入这些传统的研究 把犹太教的信仰和外来的理性主义哲学概念 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形式 也是由于散居可与之相伴随着 犹太人的生活的动荡不安 因为散居他这个生活不固定 为什么有这个间调性 犹太人散居在这个地方 在英国在几十年 英国人善于经商 善于理财 也对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那么国王们也对你后代 过去年一会 很多人在这里是外族人 怎么在这里发了财 那么就很多犯有的事件 这时候就把这个犹太人驱赶了 英国有驱赶犹太人的事情 德国有驱赶犹太人的事情 不光是有驱赶 还有烧他的圣堂 杀犹太人 西班牙一次就有大的驱赶犹太人 比如说他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以后 又被迫离开 他没有把长期在这里安居热业 没有长期安居热业 他怎么能做哲学 做哲学一定是有闲人的 他能做的事情 这也必须相对稳定的生活 在犹太人上他为什么有间断性呢 因为他在各个散居的国家 他经常不会长期在那里 几百年上千年的在那里 他会经常被驱赶的 所以这种尖端性呢 就造成了哲学的这种尖端性 那么最后说两句 结束于 一个呢就是下面讲了一个定义 犹太哲学 什么犹太哲学呢 就是犹太家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 对犹太传统所做的理性逻辑的分析和思练 是西方哲学与犹太 叫传统结合的产物 犹太哲学呢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理性与信仰宗教的调和 第二个呢 属于欧美哲学横向关系 它重于犹太传统内部的动向的批判和继承 第三个呢就是犹太哲学发展的它的间断性 这两个呢也可以合并为一 实际上是一回事 而这几个特点 犹太哲学的产生和这几个特点 都是由于散居造成的 散居对犹太人讲特别的重要 因此呢 了解犹太人的散居 是了解犹太人的哲学这些特点的一个非语 好 好 我今天是讲的道理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傅老师给您带来一个精彩的讲作 那傅老师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定义的 什么是犹太哲学 而且也很深入地指出了犹太哲学跟西方哲学之间的深层的观点 那这里面刚才的讲过里面 因为傅老师就点名了 这个犹太哲学的三大哲学 第一个是理性跟信仰之间的条案 第二个是西方哲学的 这个犹太哲学跟西方哲学的这种紧密的观点 要比犹太教本身的传统更重 所以他们影响出也会比犹太教本身的内部的传承更重要 那特别是这一点 傅老师对这一点的成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犹太哲学跟古希腊哲学 特别是跟巴图 亚里斯多德之间 他们哲学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从 博老师瓜里这个麦蒙尼德的这个阐述里面 他们也有谈到 麦蒙尼德其实也是力度去调和理性和性能 而且麦蒙尼德也会使宗教的议题 成为理性和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小麦蒙尼德这些文字方的论知识 来自这个民族之间里面 他们会采取这种哲学性的论识 一些分析论论的这些方式 来跟犹太教的这些习俗信仰 把这些观点起来 就是说我也顺便简单谈一下 就是这个阅读麦蒙尼德的一个粗浅的感受 就是说这个麦蒙尼德用做一点 包括的这个研究 所以说就可以从他的这个著作里面 可以看到 麦蒙尼德跟这个瓜佛 其实也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比如说麦蒙尼德他会提出 他的一个先知论里面 他就会提出 先知是应该集这个浙人 这种政治家和预言家一定是的 他是有多种的身份的 他要有完美的这种想象 你刚才说也有专门的谈到 这些先知都有非常丰富的 其次他其实要有很深的这种 哲学室的这种思考这种能力 就是说要有完美的理智 这个是一个不同的 第三个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但是他要有这种在完美或统治上 其实也要有完美的这种 统治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看到摩西的立法 这些在军军里面都有很多的 关于这个立法 跟关于这些统治者的这些描述 所以这多重身份集而起来 就像巴胡他也会谈 一个就是说 哲人其实他是要兼聚 比如说他同事的这个立法 我们可以看到 他既是一个立法者 也是一个类似一个 先知的 他里面有个像这个谈 这个法令的时候 他会专门去论证 他作成存在这些问题 或者神群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哲人立法者 先知 跟曼明的论述是非常的相似 而且像这个 在巴胡的这个神学里面 他其实特别关注的是这个灵魂的完美 和心智的这个完美 真实 心智的这种完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基于这种神学的这个法令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 是指向人的灵魂或德性的这种完美 而不是只是身体性 卓人身体的这种完美的这种法令 所以这样的这个立法者 就像先知一样 从事着这种最高级的立法 那我们可以说 就是说 古典哲人其实他也是非常的审慎 可以说他没有取消掉 在巴胡那边 他是没有取消掉这个传统宗教的要素 也就是说 他是平靠 可以说是平靠的进来信 那用哲学来定义这个所谓的神学或神法 这个是 按照这个施大师也是一个犹太的 很重要的一个哲学人家 这个思想家 他就说 他是恰恰是这个做法 是最接近我们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启示 就是说 从而使这个曼明德 这些中世纪的思想家 可以用哲学来理解的启示 这0段分 刚才布老师也特别的指出了 就是淫太哲学 我们接合这些理性和信 那其实他是有一个深刻的 一个人性性的基础 就是说 人本身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 他不仅仅是有这个感性的一面 或者是说 那个理性的那一面 他从此也是有这种 性能上的这个 深厚的精神的追求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种方便已经意味着说 人是肯定是要的 就是多成的一个结合 无论是理性的中教的 还是这种私性的东西 都是要会容易理解的 那最后这个 傅老师也得出了一个 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结合 他就指出这个 犹太哲学它的产生 以及它的特征 根源在哪里呢 就在犹太人的这种散居 这种散居 所以这个就也涉及到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 文化政治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从整个的 这个傅老师的讲座里面 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把这个 哲学的宗教 包括历史的意见 这个中西哲学的问题 刚才又特别看到 跟我们这一个 奴家的这个关联 这刚刚那个 傅老师也 去年刚出版的一句 就是专门谈这个中西的 就是云太太分立文教的一个比较 所以说 这个确实就是要理解 我们这个人世的这一些 最深厚的问题 要广泛地去设计文字哲学 还是宗教的 还是政治的历史的等等 这些诸多方面 那整个讲座 傅老师就是通过这种 多层一部的思考 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深的思想 我们再次感谢傅老师 带来一个精神 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跟傅老师来教育 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们查一下 或者你往后再 你们进来吧 好那谢谢傅老师想的会 就是我有一个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 您刚刚对讲到说 犹太哲学里面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幸福的问题 就是关于幸福的讨论 就是我在想就是在 因为当然那是幸福的讨论 他可能一方面 他既有古希腊哲学的这些源头 包括人家的社会 他们都会关注幸福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 在犹太哲学里面 他们关于幸福的讨论 他们有没有一些 除了就是在信仰 当然有一些信仰的要素 还没有别的一些要素 就是在犹太哲学里面 要体现的要有特色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 当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异作 就是涉及到《迷途纸经》 好像我看 当然我自己看《出名》之后呢 就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似乎好像 这个书也是有一种特别强的 这种人生指导的意味在里面 然后它开头的时候 它就在解释这个《圣经》 这个《迷途纸经》给我的 第一个反映就想到 就是我说的 法国的一个哲学 就是《迷途纸经》 阿多他讲 说哲学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一种跟生命 比较有些相关的 就是这个 在这个方面的话 不知道 就这个书 它除了是一个这种 跟那个 犹太哲学有关 它跟我们的生命 还有哪些比较有独特的 方便的特色 大概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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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回答 第一个 关于幸福 是吧 留在这个家 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幸福的 很难回答 所有留在这个家 我们都怎么来看 就是当你在请问的时候呢 我联想到 满美德 满美德 在《生大论知识》 在《论知识》的书当中 在《论理八章》的书当中 《论理八章》的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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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求对于上帝的认知 尽管对于上帝的认知 我们也很难得到 确定的知识 就像《生大论》的书当中 里讲的 对吧 你要认识实体 你要认识上帝 但是很难得到 确定的知识 但是正因如此 你还是要努力的确定 知 能够得到一些知识 哪怕去否定的知识 对吧 你得到这样的知识 那就算是最高的一种知识 你得到这样的一种知识以后 你的心境就会得到一种 前境 一种安然 所以这样我想 这是曼妮提德 他讲的 甚至是 你提问的时候 我想到他在这里 讲的这个幸福 其他地方 我可以想起来 他讲的这个幸福 他这个幸福 对于后来的《论理八章》哲学 有直接的影响 直接的影响 《论理八章》 我们就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你从来求了 我不知道 对于上帝的理智的爱 这是人生最应该追求的最高的幸福 曼妮提德德学 有分析他的德学 是直接继承了曼妮提德德学当中讲的 对于完善当中的最后的那层完善 对于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沉思 最后达到了对上帝的 你越对上帝的有认知 那么你就越爱上帝 那么你就越越幸福 这是我所知道的 那你得到这种完善和幸福的一种讲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谜途纸巾》 《谜途纸巾》 《谜途纸巾》 他就解释 解释圣经当中那些摸过的 有奇异的那些字 词的概念 让它清楚起来 让人知道它最真实的含义的 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 叫寓意解释法 就是他们的圣经 它有我们的圣经表面的意义 同时又有内涵的隐藏的意义 凡是有一些关于《谜途纸巾》 我们一看讲到《谜途纸巾》 《谜途纸巾》的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 他认为这都是比喻性的法 不是他的真实的含义 真实的含义是哲学的含义 主要是《谜途纸巾》的《谜途纸巾》 他就说用《谜途纸巾》法 就赋予了圣经当中 那些《谜途纸巾》产生迷惑的那些字词 把它清楚地呈现出来 但这也仅仅是哲学的一种呈现 刚才我看到漫迪德 他希望它是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关于律法 一方面哲学 他说要了解这些哲学的人 非常非常少 你只有那些系统的学习过 天文学 数学 逻辑学 有这样的基础以后 你才有资格 你才有能力 进入对于圣经的哲学的诠释 也就是说你才有能力 读我这本《谜途纸巾》 我这个《谜途纸巾》不是为大墓写的 而只是为极少数精英分子写的 就那些人有谜途 他通过我的解释 能够适宜 能够适宜解决这个力图 不是为大墓写的讲的 不是我们通常意识上讲的 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困惑 我们都能够解释 不是类似的 好 来 老师您好 在听了您的 关于什么是犹太哲学的讲座之后 我感觉受到了非常大的期望 尤其是关于您对犹太哲学 是很向发展的时候 您的意思是说 它的对这些问题 因为犹太哲学 它都是在讨论犹太教的传统 您的意思是说 它对这些传统 从一个问题 它的不同的思考方式 在不同时期 其实是由外来的非犹太教的哲学家那里 继承或是引发的这么一种思考方式 但是那些外来的 就是主要是西方哲学的那些思考方式 本身也是重向发展的 当我们再去考虑那些西方哲学家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把它们摘出来说 这是一个比方说 比方说安格鲁哲学 或者说这是一个阮曼哲学 或者这是一个高鲁哲学 但是唯一种犹太教 它因为保持了这么一个坚固的犹太教传统 它才能够被称的是犹太哲学 否则的话 它就思考方式来看 完全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我们谈到犹太哲学 这个很向发展特点的时候 您关注了思考方式的变更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就是为什么它在犹太人散去的 这么一个背景下 它的犹太教传统 在思考方式都已经变更了很多 生活方式 还有这个国家也在变更和混同的 这么一种基础上 它的宗教传统居然能保持了 这么好 还不是像比方说基督教分裂成了三个部分 道教也分裂成了至少两个部分 佛教也分裂成了很多部分 因为它叫传统 在它散去的这么一个背景下 居然还能保持这么坚固 这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而不是说因为它散去 所以它的思考方式变得不同 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 这是我有比较明确的 扩执的一点 您的问题来说是 刚才我们讲 散军的犹太人 散军在世界各地 虽然散军它是传统的 还得以保留 同时我们也谈到 纳德大夫杀 扩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1942年的西班牙大驱统 其实也有扩杀了 施子军的时候 有犹太人也算是大夫杀 有很多这样的反犹太的事件 那为什么犹太人 在这样的一种 恶劣的生活环境当中 还能够坚持它的犹太教 而维系 用犹太教维系的犹太民族 其实它的答案也就在 散军当中的敌视和迫害当中 如果散军的犹太人 没有找到敌视 没有那么多反犹的很原型 在人类历史上 在发生 犹太人很可能 九八八的从法的某一个国度当中去了 等于过去犹太人跟犹太人 跟犹太人有英国的文化 实际上到后来都是基督教了 基督教他们就接受基督教了 就都成了基督徒了 那就没有犹太人了 法国 德国其实也都是这样 而且事实上也有不少犹太人 改动了基督教 龙鹿的 他们寄居的国家民族 就不是犹太人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他一直所有的犹太人 在犹太历史上都不少犹太教 相当一部分人 他实际上传一些犹太教 但是总体上来讲 他又会拥有 应该说多数犹太人 我们没有讨论 没有统计过 而且也没法统计 比例占多少 有些人被同化了 成了基督徒和犹太人 有些人保留犹太教 但是总体上来讲 犹太人这个主体 一直存在的 那么这些人 是幸福犹太教的 这是他回答 最容易提到的回答 也就是恰好 你离视我 你反对我 让我感觉我这个民族 和你们不一样 我一定要作为这个民族 能够好存在下去 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些人他居住在葛都里面 葛都就像 你们去过西方国家的中国城 中国街 那个称之中国人的居住 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一国大乡 我要是我这个民族 而生存下去 我必须在这个 建立一个一个的 Cognunity Cognunity当中 我要奉行我的犹太 这个犹太的收入方式 我们避开外界的 尽量地避开外界的 尽量地避开外界的 对我们的敌视 也就是说一方面 有些人 他有很强的宗教的传统 他要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有外族的影响 但是外族影响对他们有时候 是非常强烈的 表现为他很强的朋友 包括出游 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就反过来 更加促成了他们内部的 这种团结 我们要谢文太教 文太教 说我们有个精神纽带 是我们的民族 凝聚在一起 一直保持下来 所以就是这样保持下来 但是中间也有变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有些犹太人接受了基督徒 成了基督徒基督徒 有些人呢 什么也不是 像马克思 他一家人 他六岁的时候 他一家人接受了基督徒 成了基督徒 但后来他什么也不信 他是无神论者 像海烈 海烈的我们都知道 他是大士人 他也是接受了基督徒 但是有多数人 还是信守了犹太教 但是现在也来 犹太教进行过一次 农校改革 犹太教的农校改革 是大家不太关注的 我们只关注基督徒教的改革 你刚才讲的话 一名为三大的基督徒 这个派别 犹太教的也是这样 就是法国当民以后 法国当民以后 接着有一个人全宣言 给了他人公民权 犹太人这时候感觉到 他们被西方所接纳 不像以前那么敌视他们 他们开始要加入 真正从肉体上和精神上 加入到西方民族当中去 加入到普遍社会当中去 有些人就比较西化 完全西化 有些人就又想西化 但是又想保持自己的传统 有些人就部署了自己的传统 古典 这样一下子犹太教 就分成了好几个派别 也就是说 从犹太教开始改革 改革从正统的犹太当中 分出一支来 这一支叫改革派 这一支改革派 本来是一个犹太教 就成了正统派 改革派是两大派 后来就是到二十世纪前后 在美国又产生了一个 从改革派当中 又产生出一个新的派别 叫老鼠派 这个派别跟改革派很多方面 相似 但是他们更倾向于传统 所以他们是介于正统派 和改革派之间的派别 再就是到正统派 正统派当中有一小部分 是属于极端的正统派 极端的正统派 是非常敌视现代文明 敌视科学的 正统派当中 也稍微灵活一点的 接受现代思想 可以接受科学 可以在大学里面当教授 跟基督徒相传没问题 跟基督徒相传没问题 但是这有少部分极端正统派 但是第一是现代文明的 在以色列国家 它有很少极端正统派 这个部分有犹太人人 它连以色列国家都不成人 我虽然居住在它这里 但是我们是因为 我们信这个宗教 这个地方是我们宗教的圣地 我们居住在这里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接受犹太夫国主义 我们不接受 作为犹太夫国主义产物的 现代以色列国家 我们只是居住在这里而已 当然以色列的犹太经典 跟美国的犹太教 英国的教授还有区别 这些细维的区别 我不多说了 多么言之 就说犹太教 它在近现代上有一场改革 改革使得犹太教 划分成了四大派 就刚才我讲的 在讲的当初讲的 卡普兰的一个很哲学化的 一个派别 它就很小 主要是现在有改革派 邓总派 保守派和小派别 同样派是四大派 还有一部分 这些年越来越多 世俗化的 或者是Herminist 它说我们是Herminist 是人本主义的犹太人 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 但是我们有接受犹太文化 我们不玩些人 我们有些犹太人的聚会 所以它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 当然是犹太人 犹太教这个方法 它是有好多层次的 不是说说天板一块 曾经是比较固化的 可以说天板一块的拉比犹太教 但是这些内容 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大概是 所以我知道这个回答 是不是真的满意 谢谢您的问题 我大概明白 就是说 有太教的民俊率来源 以非有太教的敌视和攻击性的态度 而在这种态度 逐渐减少之后 有太教内部的顽固传统 也开始逐渐滑解 谢谢老师 傅老师好 我已经已经过 因为我之前接受这个说法 就是说犹太教它没有自然的概念 就是说它自然是一个上帝电视的东西 然后它有两个特征 一个时间是上帝应许的 然后它就可以随时给收回去的 第二个是应许 它是一个历史的维度 就是现在没有 以后才会有的 所以犹太文明 它没有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自然质疑上 然后这一套说法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哲学它可能要成为一个系统 所以它就要对自然的发现 或者对自然知识的构造 如果犹太文明完全是缺乏自然的 甚至是反对自然的 然后它的哲学的根基在那里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这个不是太理解你这个问题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 你说犹太文明有自然概念 这个是谁提出来的 在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下 在什么意义上它提出来的 在我心里当中呢 犹太人他是有自然的 他会讨认上帝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犹太学习的问题 从圣经上讲 我们说圣经当中 犹太思想 对吧 上帝还创造出这个世界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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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圣经当中的第六天都创造了 创造了古人 但就构成了一个 天 自然 和人之间的 这样一种 一种关系 而且它在 《超世纪》第一 《超世纪》第一章的后面 也就不一样 它叫做Rule over 可以创成统治 现在也有人把他问到 去跟生态相相一致嘛 比如说管理好 管理好 管理好这个世界 就变成Tag-Tag的意思了 但是实际上 它的灵案 它的意思是 它是Tanker 它是Rule over 大家注意到 上帝创造世界 创造人 人群万物是灵感 上帝要人 让它管好世界 它都没有自然的意义 如此自为德 它在救赎之心 它有两个大维星套起来的 一个星 它讲的就是 上帝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 它就是非常明确的 上帝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 从哪里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 得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我们说有个大维要当中 没有 有个大维要当中 没有自然 我觉得这个计划 应该说是不成立的 可能连结束了 看见 这 时间关系 我们再一个问题吧 再一个节点 谢谢 嗯 嗯 老师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问题 是跟您讲究最后一部分 关于犹太人的散词 还有您跟过来讲到 就是 就是那个同学的问题有点相关的 就是因为在约 就是在bible里面 就是在bible里面 他其实以色犹太人 其实相信就是尼赛亚 会有一个尼赛亚教典 然后结束他们流亡状态 然后再建立一个国家 那么也是因为这一点 他们不承认Jesus 是那个尼赛亚 就是这样的重要原因 那我想知道是他们 就是现在犹太人是如何理解 以色列的国家的 他们是否会把这个 以色列的国家在那个 就是西班上乡中 对这个bible里面的这样的解释 是相解的好不好 太太好 谢谢您的问题 美太安概念是 非常重要的犹太教问题 也是基督教的问题 但是犹太教跟基督教 还不一样 在我们知道基督教上面 把以色列的基督 在耶稣基督中 以色列已经降临了 虽然他没有被经历 但是将来有复活了 将来还要再降 所以基督教是把以色列的 同以耶稣基督的 在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 犹太人认为 以色列是一个国王 是大卫的后遗 他还没有降临 但是在遥远的江南 一定有降临 降临以后呢 要这个人进行审判 在同时呢 他要带领全世界的 散居的犹太人 打败所有的敌人 然后建立一个 在地上的千年王国 所以这时候呢 那是有 ajuda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那概念非常 倍是专门 load 这个时候呢 就想到 马斯就真的说 他反对有需要 但是呢 他这个可能这个思想 跟米塞亚的观念 它是他有一定联系的 但 инструмент 只是跟什么 他们在奉向score 有关系 你刚才不能解释 我叫你 你再从会想到 我那边 现在就是现在流行 对 现在流行 怎么来看待这一个 现在以色列国家 是不是米塞亚时代的实现 这个就很难回答 刚才我说了 有在日外有 不容易太多 尤其是 现在以色列国 是世俗的 政治尤其国主义的产品 你知道吗 1898年 在巴特尔 开第一次 世界尤其国主义大会 从那以后 经过50年的努力 建立了这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 它是世俗的 尤其国主义建立的 跟宗教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不认为 这个国家的建立 就是米塞亚时代实现了 但是有一些 虔诚的信仰犹太教的 犹太人 那就认为了 但是它又不是极端这种态的 我刚才不承认得了 现在以色列国 就是它有一些传统犹太教的 像改革派的一开始不承认 尤其国主义和建立在国的 但是1967年战争以后 它还讲 1967年战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争 是犹太人给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发生的6000的战争 以色列人 用6000的时间击败了周边的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军 都是6000的时间 扩大了那么大片的领土 现在所谓的 约旦和西岸 德兰高地 加拿大特一战 还有西奈 这些徒弟 全都是1967年的6000战争 以色列人占领的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很多 原来不只是有条不过主义的人 开始就是有条不过主义 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上帝保佑我们 这是比赛亚时代将军的一个前兆 所以有些人的话就这样认为 对于你这个问题 我是说很难说 有一个一致的 有一个答案 那些世俗的政治的 中国主义不认为这样的 改革派的犹太人的话 一开始也不认为 而且他们的打破 也不说太宗教 最后一部分 宗教比较虔诚的人 认为他们的 以色列国的建立 是这个犹太人 是这个米赛亚国的 米赛亚时代 有将军或者将军的前兆 这个时间关系已经九点了 刚才傅老师也给我们 这个讲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紧接着又跟我们 做了非常深入的交流 我们再次感谢傅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我希望傅老师以后会常来 韩国再跟我们继续加入 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 我们的这个古典学论坛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傅老师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前面